胡仁队本赛季排在西部导树第二 无缘季后赛 但这不就说明胡仁消停了 胡仁的跟队记者 透露胡仁球员虽然都开始休假 但胡仁以魔术师约翰逊 为首的管理层正积极商讨经下的影员名单 根据联盟的相关规定 只可能球队高层秘密商讨 不能公开 据透露这份影员名单可能 多达3-5名明星球员 私下交谈中说 这份名单的中最大的影员对象 正在征战季后赛 随后引来大量球迷猜疑 大多球迷都认为 胡仁最大的影员 非常可能是勇士的杜兰特 有球迷分析是这样的 大概意思 如果本赛季勇士能够顺利夺冠 那么当我们胡仁球迷 没说 如果勇士夺不了冠 那么勇士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 因为他们需要 顶星续约库里 就算库里愿意为冠军牺牲 那也不能指望库里牺牲一千万 而且还要续约伊格达拉 利文斯顿 麦基等 球迷说的很有道理 库里的续约最高年薪 可达四千多万 就算库里牺牲部分利益 可能勇士也需要三千五百万左右 如果三千五百续约库里 勇士在三千万续约杜兰特 假设杜兰特也愿意牺牲 我们算算勇士的总心经 光库里加杜兰特加汤普森加格零 就达到九千六百万 别忘记他们还有伊格达拉 利文斯顿 帕出里亚 假设旭约 麦基 维斯特 克拉克等的旭约 不能指望所有人 都降星流队 千星人的价格 只会更高 如此下来勇士需要 交纳高额的奢侈税 虽然拉塞尔晒出唐斯 穿胡人一号球衣的照片 但是胡人就不要想唐斯了 森林郎不可能交易唐斯 就算交易维京丝 也不会交易唐斯 还有可能在胡人 影员名单的球星 有猛龙的两球星 洛瑞和伊巴卡 还有正在养伤的国王球星格伊 具体名单 没有透露 限于联盟规定 胡人不可能 把影员名单给他看 静 维